只是嘴巴而上說反黑金 實際上卻是毫不遮掩 毫不避諱的 跟黑金貪腐站在一起 開轟柯喉兩人 跟黑金貪腐零距離 因為新竹市長高鴻安 涉嫌炸領助理被遭起訴 柯文哲選擇挺到底 我發現高鴻安共識多年 我知道他是一個 認真謹慎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沒有 貪污的企圖 那幾千億人 你們都假如沒看到 現在去查那個什麼 兩萬兩千塊的 這個46萬 把證據拿出來 哪一個案子幾千億的被貪污 你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完全落實就是全黨挺一人 而這個人就是貪污助理費的高鴻安 轉移焦點 模糊試聽 柯文哲護航高鴻安 合體地方到老林水樹都挨批 胡友宜也被質疑 不只愛將前實定區長李浩榮涉攤 昔日喊黑金不能復辟 也在台南跟前議長李全教 爛丟丟丟 都是在看民調在反黑金 三月份民調高的時候 殺黑金 殺李全教 殺傅困奇 但是到了五六月之後 民調開始低了 跟朱立倫口中所謂的牛鬼蛇神 不管是議長 副委長 參選人站在一起了 我們看民調中 我們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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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關鍵字轉頭就走 胡友宜主打正義形象 柯文哲高舉清廉大棋 但面對黑金雙重標準 恐怕也難說服選民 三立新聞 黃青城 亮君 SA小組